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session咱们怎么去用呢 我们再把这个cookie拿过来 08session 我们再去使用这个session的时候的话 在这个里面也跟jango不太一样 原因在于哪呢 我们要想去定义一个对应的试图 然后呢去使用它的话 咱们可以怎么去做呢 那个session的东西是在flask当中去引入的 所以呢它也是一个全身对象 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去操作这个session 然后呢 紧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相对应的 我们怎么去操作呢 在这里面首先比如说我去定义一个试图 叫什么试图呢 比如说就是login吧 login我们知道一旦登录成功的话 是不是要去保存用户的登录状态呀 那这时候呢就可以去使用session了 直接去操作session 然后呢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字典的方式来进行使用 所以呢就可以通过设置建制度的方式来去设置 比如说这是设置session session数据 设置session数据 然后呢紧接下来 你把它设置完成之后的话 比如说我现在给你设置什么东西呢 用户登录之后呢 比如说给你设置一个用户的名字 给你放到这 比如说这个名字呢 pathon 紧接下来 session的话 它不仅仅只能保存一个数据吧 是不是可以保存多个数据呀 保存什么样的数据都由我们来进行决定 所以呢比如说我再来给你添加一个东西 可能添加一个手机号 可能也要添加进去的 所以呢把手机号你放过来 比如说就是18612345678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然后呢你通过这样方式呢 就能把session设置完了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返回了 比如说就是login成功的东西 login success success 然后呢把这个东西的 路径也给你定义好 比如说这叫做login 这是关于设置cookie 不是设置这个session 一旦设置完了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眼 那你比如说登录成功 那我很可能进入到哪了 进入到主页了吧 所以我再给你去定一个这样的主页 我们去模拟这样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在这里面就是index 在主页当中 在主页当中的话 你很可能说是需要用到用户之前 登录之后的这样一个状态信息了 那我怎么去获取session讯息呢 获取session数据 那获取这个session数据的话 也是直接去操纵全局的 这个session的对象 然后呢它竟然是一个字典 我就可以通过get的方法 来往外拿值 比如说我就想拿一个name这个值 我把它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的话 我在这里比如说去写一下提示 hello 然后呢百分号这个东西 然后我把这个name给你放到这 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操作的 那接下来咱们来去看一眼 我让程序重新的去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之后呢 咱们先来去访问这个东西 先来访问哪个东西呢 我先给你访问index 访问index的时候 相当于30数据是不是还没有呢 没有30数据的话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在做这个点之前 拉了一步 拉了哪一步呢 在flask当中 你如果想去使用这个session数据的话 它要求必须做一个配置 做一个什么样的配置呢 要求做的是一个 设置一个secret 设置一个secret key的 那么东西 那么把它放到哪呢 我现在因为只有一个参数 所以我直接操作 aqp.config当中 然后呢里面给你添加一个字段 什么字呢 叫做secret s-e-c-r-e-t 秘密的k 我们通常把这东西呢 叫做秘钥 然后这个秘钥的话 你可以随意地去指明 任何的数据都可以 这是flask的 有问题 flask的session 会需要 用到的密钥自不赚 那我现在来看一下 我比如说先把它给你注释掉 注释掉之后 我没设置 没设置的情况下 咱们程序重新启动 然后呢 回过头来 我现在先去访问index 这就是相当于 没有设置过 没有设置过session的时候 我们做的硬的 应该是接线index 放置一下 放置一下之后 你现在来看一下 当前我是从来没设置过的session 所以拿到值就是9 但是现在 紧接下来 我给你进行一下 login设置一下呢 进行login设置的时候 你看一下 不会报错了 它告诉我 需要设置secret的k吧 对吧 需要设置secret的k啊 所以你一旦要设置 设置session的话 必须要把它有 那么把它给你拿过来 然后呢 咱们重新启动一下 然后呢 回过头来 我再来去进行一下 login login之后的话 是不是再被login success了 我回过头来 再来去index 访问的时候 你看一下 是不是就把那个python的东西 设置值就拿出来了 这是关于它的设置的session 跟使用的 读取session的东西了 那说到这个session的话 我们需要跟大家去 多说几句 多说哪几句呢 这个session必须要大家去明白 你去想一下 这个session数据 在jongle当中 有没有去关注过 它把session是放到哪儿了 是放到数据库当中的吧 有没有去关注过 数据库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样表 专门去保存session数据啊 那咱们现在就专门来去说 这个session 必须要大家 把这个session呢 理解得清楚一点 那我问你 session跟cookie的联系 在于哪儿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是浏览器这一端吧 这是前端 然后呢 这是我们所说的后端 或者叫做服务器这一端 服务器这一端 然后呢 那我们接下来来去看一眼 相对应的来说 那hookay我们实际上 已经知道了 是保存到浏览器这里面来的数据吧 kookie是保存到浏览器当中的数据 而session呢 session我们说的 那个数据是应该保存到服务器 保存到后端当中来的吧 对吧 实际上是保存到后端当中的 session数据 是保存到后端的 然后呢 那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眼 保存到后端当中 那在jungle当中 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个数据 它是给保存到哪了呢 保存到数据库里面来的吧 所以就相当于是 在数据库当中 我们使用的数据库 应该是my circle的数据吧 所以就相当于是 在这个数据库 数据库 然后比如说就是my circle 在这个数据库当中 保存了session的数据 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吧 然后呢 今天来我们看一下 保存到这样一点之后 然后呢 那你说了 cookie跟session的联系 在于哪啊 是那个编号吧 之所有编号原因在于什么东西呢 原因就在于 session的这个数据 应该是跟每个用户 都挂钩的吧 对吧 我现在相当于就找了一个仓库 找了一个仓库过来之后的话 在这个仓库当中 专门能够用来去保存session数据 那既然能够保存session数据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说 很可能每个人 是不是都会有一个 自己的session数据呀 这才跟特定的用户 是有关系的吧 才跟特定的用户有关系了 你比如说在里面 可能有两个用户 他所对应的了 有两个用户的话 那你前端 一个特定的用户 过来之后 到最终 你的session 属于你的那session数据 是谁的东西呢 就是通过那个sessionID了 那这个sessionID 你怎么去理解呀 sessionID 是不是就相当于 我看一下 你这个session 是不是就相当于 是你这份数据的 那个编号啊 对吧 我通过你这个 币路的编号 我就可以在这个仓库当中 找到你一条记录吧 对吧 是不是这样的一点呀 就这个就是那个sessionID 比如说这个用户的 他的sessionID 等于谁呢 等于一 然后呢 可能这个地方 这个用户 他所对应的那个数据呢 可能是谁呢 sessionID等于二 然后呢 如果一个用户 过来的时候呢 在他的cookie当中 我们知道 需要保存一个数据的吧 保存的那个数据 就是sessionID吧 相当于保存这种东西啊 然后呢 他等于一 那你按照这样方式 访问过来的时候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说 你从浏览器当中 访问过来 浏览器自己把cookie 给你带上 带上之后呢 我们浏览器这一端 就根据你的这样的一个cookie的一个值 从后端当中听对比吧 你说你的id是1 那我好了 我就在这个仓库当中 把id为1的那个30数据 给你盘回来吧 这是关键的 所以刚才我们才说呢 那你30数据当中 这个编号在这里来了 session到底保存什么样数据 完全都有我们自己来自己做决定了 那来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呢 你想保存什么数据都可以 想怎么保存就怎么保存 你完全可能给用户1 然后呢他保存的30数据的话 你可能包含哪些数据了呢 你可能给他包含的 就包含了一个叫做 name的一个东西 放到这了 你可能包含那个name 还可能包含什么东西呢 还可能包含手机号 你放到这了 但是呢你可能对于用户2来说 你在给他保存那份 session数据的时候呢 并不一定都是相同的 你可以随意的去指明 比如说这边存了一个age 这也是可以的吧 所以这一点是一定要清楚的 针对于每个用户来说 他的这个session数据 跟sessionid 以及cookie之间的关系 一定要能够捋得清 这点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 然后呢紧接下来 我们来去看一眼 那回过后来 我们来去说 那你这个sessionid的cookie 是哪来的呢 是哪来的呢 我们现在来去看这样的过程 首先先来看 比如说我先去执行的东西 是访问login吧 对吧 先访问login 我访问login的时候 这里面是执行的session 加方说号的方式 我去设置30句了 所以在这里面一旦设置的话 那他首先要在 保存的仓库当中 是不要给你找一个空间 把数据存下来呀 你的名字 你的手机号 然后一旦保存完整之后 接下来再做的工作 这个数据就会产生一个编号吧 编号是谁维护的 是后端去维护的 后端当中 可以给你的session这个数据呢 给你生成一个编号 生成的编号呢 就是sessionid 一旦生成完成之后的话 那我紧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眼 相当于用户第一次 在进行访问的时候 第一次在进行访问 访问login的时候 那时候肯定还没有数据的吧 还没有session数据的话 那好了 什么样的情况呢 你相当于不会带上任何的信息 不是带上任何信息的话 我login的试图函数给你产生数据 产生完数据之后的话 我估计要保存 还要做数据的 还要给你设置一下cookie 就相当于还要去sedecookie sedecookie当中 然后呢 把刚才产生的编号 sessionid给你放到你的浏览器当中 这时候你的前端的用户里面 那个cookie里面才有了sessionid 所以呢就相当于 你第一次在保存session数据的时候呢 它一定会给你生成一个 对应的sessionid的编号 给你在前端当中对应起来 然后呢 接下来你再来去 往后访问的时候 你比如说我再去访问index 访问index的话 这时候的话 你的cookie是不是已经有了 cookie已经有的话 在你的请求的这一段过程当中 sessionid就会随着cookie一起带过去了 随着一起cookie带过去 随着cookie带过来的话 那你说服务器当中 是不是就能根据sessionid 然后呢 找到你对应的那份数据了 然后呢 我再去读取数据值的时候呢 就能够根据 你存的数据值 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就取回来 再来做相对应的工作 这是整个的一个流程 能明白这个流程吧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再来去说 明白了这个流程之后 那你也要知道 上面的这个东西在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最传统意义上的session的 这样一个机制 我们在一谈到session的时候的话 它实际上有广义之分 跟狭义之分 session这个东西 你往广义上来说 广义上说 指的是一种机制问题 指的哪种机制呢 指的就是说 我在前端当中存一个sessionid 在后端当中去保存 属于这份sessionid的数据值 然后呢 你接下来每次访问的时候呢 只要能够带上 这样的sessionid的值 我就能够知道 你之前保存的那份数据 是多少 整个的这样一种 这种流程呢 我们把它叫做session的机制 确实关于这样的 那session来说 我们通常情况下 你也可以进行狭义上面来说 狭义上 狭义上来讲的话 它仅仅指的就是 保存到后端当中的 session数据 保存到服务器中的 session数据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所以对session的话 要理解清楚这些东西 然后呢 紧接下来 我们再来去看一下 在张国当中 默认的情况下 把它保存到 MySock数据库 但是在flux当中的话 它把这个30数据 保存到哪儿呢 我们知道 使用起来的话 比较简单 都是把数据呢 直接去保存就可以 但是它在进行 存放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里面 是不是根本都没有 引入数据库啊 没有引入数据库 都没有进行过迁移 所以都没有表的概念 那它把数据 保存到哪儿呢 flux里面的话 实在是太可疏了 它把30数据 也给你保存到 cookie里面了 flux里面 flux个 把默认 把 cookie 把session 保存 保存 到了 cookie中 这是flux 它默认在进行设置的时候的 一个特殊的地方 也就是说 这个session 你在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认为 应该存放到后端里面来了 但是没有 它把数据 仍然给你放到前段当中来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刚才我是不是已经过 设置过30数据啊 能把它点开 把它点开 点开之后 你现在来去看一下 cookie里面 是不是有个session啊 这个session 可不是简单意义上的session ID 而是说 在这里面 它保存了一个 具体的数据值了 那个数据值是什么东西呢 我刚才给你设置个name 等于python 然后mobify等于186 这个东西 它通通的都保存到 这个cookie里面 所对应的这个值里面来了 它都保存到这里面了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只不过是说 那你说了 我把你的数据 给你保存到cookie当中的时候 安全吗 不安全吧 之所以引入session 把数据保存到 服务器的一个原因 就在于 保存到cookie里面的数据 是不安全的 你相当于是处于 浏览器这一端 然后任何人只要能操作 你浏览器 都能够改服务数据吧 所以我们才引入 session的一个机制 说把数据 给你保存到后端来中 然后前端当中 只要凭借一个id号 我再来去拿真实的数据值 但是现在flug当中 它把session数据 又给你保存到cookie里面了 相当于不安全了 所以它在这里造作的时候 它怎么去做呢 你这个数据 不是最原始的 这个name 等于python mobile的186 给你存进去 而是说 它把这个数据 进行了一次 相对应的 这个签名的信息 或者说是 可以理解为 进行了一次混淆处理 它怎么混淆呢 就是用到了 刚才secret的这个key 用到了这个密钥字不串 然后呢 对于这些数据呢 进行一次混淆 混乱处理 混乱处理之后呢 得出来的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我们再来去看的话 是不是相当于 根本不知道里面 什么样的内容啊 然后呢 它自己能从这段内容当中呢 去解密出来 能够解出来当中的 定义的值 到底是多少 而且它在去做这段算法的时候呢 也能够去知道 哪怕别人在这个cookie当中 真的把session当中 这个里面的值给你改了 哪怕改了一个值 它最终再去 我在去往外去取的时候呢 它都认为 那个session数据 已经被别人篡改过 已经是属于无效的东西了 它认为就是没有意义的 不会再给你取出来这种值了 它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达到防篡改的这样的作用 所以我们才知道 你为什么在flux当中 去设置这个session的时候呢 离不开secret key 就因为它要用到这个东西 对这个地方进行一下 防篡改的这样一个处理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保存到cookie里面 无论它怎么做 还是不太安全 所以我们在项目阶段的时候呢 会给大家去引入一个破绽 把什么东西呢 把flux里面的这个session 最终还是给你重定向到哪呢 给你保存到后端 我们还是不要它保存到前端了 保存到前端实在是不太安全的 所以这一点大家是一定要清楚的 紧接下来我们再来去说 说什么东西呢 还是session东西 session的话 既然最终是要保存到服务器里面 保存到服务器当中 那你说除了能够保存到数据库里面之外 还能够保存到哪啊 还能够保存到哪啊 好我们现在再来给你重新创建 这两个课片 然后我们把这些东西呢 详细的一些细节呢 我都给你去掉了 我给你去掉了 去掉之后的话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数据库肯定是能够保存的吧 这已经是没有问题的 都知道了 然后呢 除了数据库呢 只要是在后端能够保存数据的话 通通的都可能可以 那你比如说后端当中还能够有什么地方能够保存数据 我们说了Redis是不是能保存 对吧 Redis能保存 那你说呢 你之前学过还学过MongoDB吧 还没学过呢 MongoDB的话应该是在这个爬虫里面去学的 所以呢就放到那了 这个里面Redis能够保存 然后呢MySQL能够保存 那你说我保存到文件当中能不能学啊 文件里面是不是也能保存数据啊 所以文件里面也是可以的吧 所以这一点也是可以的 那除了文件当中呢 我能不能保存到程序的内存当中 程序的内存里 程序的内存里 这个东西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我们保存的话 那你去想一下 最终在我服务器当中去运行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运行着Plus程序 也可能运行着张国程序吧 无论你谁运行 在我的服务器当中 它都是一段程序 都是一个进程吧 既然是进程里面 实际上能够去保存数据啊 就相当于我们在程序当中 完全可以创建变量保存吧 那你说我可不可以在我的运行 比如说把Plus运行起来之后 我在我的全局空间当中来的时候 给你设置了一个全局大变量 就叫一个全局大变量 Session 比如说叫做字典 设置这么一个大字典 然后呢 紧接下来 我就给你维护一个ID 放到这儿 然后呢 对应于这个Session ID 唯一的 你要保存什么数据 我就给你放到这里面来 如果有人再去写了 又创建了一个数据的话 那我就把这个东西 给你放到这里面来 放到这儿能不能行啊 是不是也可以啊 对吧 我完全给你放到这里面来之后的话 那你怎么操作呀 我要想设置Session数据的话 我直接怎么去设置呢 操纵 声明一下 Global 然后呢 SessionDict 紧接下来 我再直接去操纵 SessionDict 我去操纵它里面的 比如说编号为1的 然后呢 数据值 我给你设置为多少 不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啊 所以 完全也可以通过一个 全局大变量的方式呢 来去保存Session数据 那保存了这个Session大变量的数据 我们把它就相当于 你去保存到哪了 保存到程序的运行的内存当中了 因为你保存到MyCircle也好 保存到Redis也好 保存到文件也好 它都是独立于你运行的 那个Plus程序 或者张工程序之外的吧 它是另外的人去保存的 那我刚才说了 你在程序当中建一个变量 它实际上就是保存到你的 内存空间当中了 所以也是可以保存到你的 这样程序的里面来的 我们是说这东西的话 已经是脱离开来了 就是相当于是说 刚才已经是脱离开来的Flux了 Flux你再去使用的话 就要去使用这个Session对象 然后呢还得去使用这个密钥 只不过我们在后端去 后面项目阶段引入的时候呢 会引入一个扩展 把它去保存到这样的一个 Redis当中 那时候的话还利不开这个Secret的K 这是关于内容性 我们现在来说的话 不论是张工 不论是Flux的 通通的总论这个Session 专门去说Session这种机制 说Session这个机制的话 它能够把数据保存到哪 跟Flux已经没有关系了 我们刚才只是说 拿Flux来给你进取利 如果说你想就把它给你保存到 这个全体大变量当中来 也是可以的 那时候如果你真的这么自己 这么自己去设置的话 你肯定就不能依赖于这个Session的东西 你只能自己重新再去实现Session机制 比如说实现哪个东西呢 我在进行设置的时候的话 我得给你创建出来一个Session ID 然后呢保存到这样的变量当中来 然后呢紧接下来 在进行存取的时候呢 我也是凭借这个Session ID 再去个全体大变量当中来进行读取 这是需要我们自己来进行实现的 但是你要知道 是有这么一东西 它可以保存到程序的内存空间当中来 这个意思还能明白吧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我这时候呢 既然能够保存到程序的内存空间 这里面就会有一点问题 有一点什么样的问题呢 如果真的把Session数据给你保存到这里了 首先有一点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啊 它会占你的夫妻的内存吧 对吧 这一点还比较好说 它会占你的夫妻的内存 这一点还比较好说 那真正的问题在于哪呢 真正的问题在于说 有些面试的时候呢 有些人可能就会问得到这样的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呢 有些人如果真的问到这问题的话 那就代表是说 他把这个东西是给你存到了程序内存空间 我们去想 你在真正线上运行的时候 线上难道真的只有一台机器吗 肯定不可能吧 我们再去学张用的时候 是不是还引入过NX啊 引入过NX的时候 是不是说过一个问题啊 叫做负载均衡或者叫做弹项代理吧 这个概念是不是有提到过 然后呢 它所对应的意思在于哪呢 意思在于说 你在线上运行的时候 也就是说在公司运行的时候 如果仅仅只有一台服务器的话 那压力太重了 成千上万的人去访问你的时候呢 这一台机器肯定扛不过来吧 扛不过来也就意味着说 怎么去做呢 一台机器它的力量是小的 那好了 我给你找多台 比如我现在把这个东西给你改掉了 咱们就拿这个东西 给你改掉多台 相当于我现在就拿两台来给你去模拟 相当于多台 有多台的话 那这时候哪怕有再多的用户 我现在 现在两个人同时来单这个担子 每个人只单一半就可以了 压力是不是就小了呀 所以呢能够提高我的这个处理 多个用户的这样一个能力 那处理多个用户的能力的时候呢 又有一点问题了 有一点什么样的问题呢 每个机器的时候的话 它实际上 似乎都有一个自己的IP地址 对吧 比如说上面这台机器 多少呢 是192.168.1.1 比如说1.2吧 然后呢 这台机器的IP地址 可能是192.168.1.3 说每台机器都有自己的IP地址 那你要用户去访问的时候 难道我给你一个名单 你自己挑一台访问吗 肯定不是吧 我得给你一个统一的入口吧 那这个入口是谁呢 就是之前我们所说过的那个NJX 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统一的那个入口 它就相当于是在交 在这个十字路口的一个这样分流一样 去交警一样 用户在前端访问过来的时候呢 你不需要知道我后面的IP地址 你只要知道谁呢 你只需要知道NJX它所定义的IP地址就可以了 比如说它的IP地址是多少呢 192.168.1.1 知道这个IP地址 知道IP地址的话 你怎么去访问呢 你前端用户只要去访问他就可以了 那比如说你在前端当中 可能就会有一个这么一个请求 你请求发送过来之后呢 也是发给他 发给他之后的话 然后呢 NJX它自己会去做决断 它就是我们所认负载均衡了 你比如说它最基本策略的就是说 它第一次访问过来的时候呢 它给你导向到 就相当于把你引导到这台机里面来 由这台机器做相对应处理 处理完之后呢 再把这台机器里面运行的 发达程序的追隆结果返回 通过它再给你返回到这个用户 所以这时候用户是不是拿到结果值了 然后用户哪怕接下来再来访问的时候呢 它访问的还是192.168.1.1 NJX这台机器 只不过再来访问的话 NJX为了达到负载均衡 它可以把你引导到第二台机器里面来 这时候通过这样的方式不相当于 每次来的时候 通通的所有人都给你进行分流了 每个人是不是都承担一半的压力呀 这是关于这样的 那关于具体的详细节的话 我们在这个Flux的配置 这个部署的时候呢 也会去详细的去讲这样一点 那大家知道NJX它起到的一个作用 就是这样的 那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特点 就会出问题了 出了什么问题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30数据 给你保存到哪呢 给你保存到程序的运行空间当中来的时候 那你去想 用户第一次在访问的时候 好了 NJX给你引导 引导到哪呢 引导到第一台机器 这时候你相当于执行的是登录吧 比如说你这时候执行的就是这个登录操作 好了 我给你存30数据 保存下来了 保存下来的话 是不是相当于 当前只在192.168.1.2的这台机器里面 去保存那份数据了 然后呢 用户接下来再去访问的时候呢 他访问第二个地址 访问主页了 访问到主页的时候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如果NJX把它引导到这台机器里面来 这台机器里面 有去属于他的那份session区吗 没有吧 没有的话 这台机器所运行的法车程序 是不是就认为他没登录啊 对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session化跨机器的问题了 跨机器 或者叫做跨服务器 因为你现在如果是只有每个服务器 自己来去保存的时候呢 就会面临的这样的一台问题 那这时候的话 怎么去操作呢 有一种方式 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说 它的解决方法呢 就是专门来去调整NJX 怎么调整NJX呢 NJX在进行这样转发的时候 把你引导到哪台机器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策略 什么样的策略呢 它可以根据你的归属计来去做 你比如说你是从哪来的呢 你可能就是说 你就是从这个广东来的 好了 凡是属于广东的IP地址的话 我通 凡是属于这个广州吧 凡是属于广州的IP地址 我通通呢 都给你引导到192.168.1.2的 这台机器上面来 然后呢 如果你是从深圳的这个IP地址过来的话 那反正的话 我都给你引导到192.168.1.3 就相当于 我让每台机器处理的时候 那个用户的归属地就固定化了 只要你这个用户去访问的 它是从这个广东 从这个广州过来的话 你永远都给你引导到192.168.1.2 那你这种来说的话 用户很不可能说是 这一秒是在广州访问的话 下雨就跑到深圳去了吧 所以通过这样一点的话 它在一个时间范围之内呢 还是在一个点当中去操作的 所以始终还能够去访问到 你的对应的这个数据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策略 相当于我去调整NJX它的转发策略 然后它来去调整到不同东西 这一点的话 确实之前是有这样的问题的 之前的一些早已的技术呢 就是把三数据给你保存到 这样的一个程序当中来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不会再把三数据 保存到这个程序内存当中了吧 我们给你保存到哪了 你比如说保存到你的数据库当中 或者保存到哪呢 或者说你把它保存到 Redis里面来 或者说你把它保存到Redis Redis保存到这里面来的时候呢 那也就意味着数据不是在这儿呢 而是说它是在 但是另外一台机器 我们现在自己 虽然你在虚拟机当中去运行的时候 你发现你的程序跟Redis 都是在一台机里面的 但是真正在线上运行的时候呢 是专机专用的 你的这台机器如果只跑普拉程序 只跑普拉程序 其他的数据库也好 其他的Redis也好 统统的都不会安装到这一台 而是说再找一台电脑 专门去保存Redis数据 所以呢就相当于专门找了这么一台 专门去安装Redis 然后呢 接下来你再来看一下 那哪怕我有了第二台的 跑了Flux程序的话 那他所对应的那个存储区呢 都是在同一台的Redis当中来 那你这时候再来看 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做的话 哪怕用户第一次访问过来的时候呢 他是先被引导到192 198 1.2 但是这时候的数据 不是保存到当前机器了 而是保存到哪呢 保存到Redis当中 所以呢就给你存到Redis里面来了 然后接下来 哪怕用户再访问的时候呢 被引导到到这个机器 这个机器在读取30数据的时候呢 也不是从当前机器里来读 而是从哪呢 从同一个源头 从这个Redis当中往外去读数据 所以你现在来看一下 还有那个怕服务器的事吗 没有了吧 无论从哪去进行设置 从哪去读取 通通的都是在一个源头当中去保存的 都能够取得出来 也都能够保存到 所以现在呢 就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 但是有些人可能问面试的时候呢 还会问到这样一点 你要知道他说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 你要明白这点 好 这点是我们跟大家说的 这点说完这个问题之后呢 我们还要去说 Session还有一点 刚才我们再跟大家去讲 这个Session机制的时候 已经说过了 整个Session机制当中 你前端实际上是不要保存那个SessionID啊 所以我们说了 你的Cookie跟Session的一个关系 就是说 Cookie是保存的流奶器这端的 Session保存服务器里面的 然后呢 Cookie里面是保存那个Session的ID 平时SessionID呢 我能够去拿取Session数据 但是整个Session机制当中 如果没有了Cookie还起不起作用 如果没有了Cookie 我还能不能去使用Session机制呢 不能了吧 那实际上也是可以的 这个Cookie不是绝对的 不是说我离了你就活不了了 没了你太阳照样转 怎么去做呢 我们去看一下 Cookie帮助我们做的一点 就是帮助我们去保存SessionID 帮助我们去传SessionID吧 如果没了Cookie 我找别人去做 能不能行呢 没了别人去做的话 我自己去维护SessionID 是不是也可以啊 就比如说 现在确实有这样的特点 原因在于哪呢 Cookie这个东西 现在在行业当中 认为是属于用户的隐私了 在一些国家当中的话 它默认情况下 是禁止你在Cookie里面 在浏览器里面 去保存Cookie数据的 而且像欧洲那边的话 它一上来 就会给你用户一个提示 如果你真的想去设置Cookie的话 上面你会发现有一点 我要想给你设置Cookie 必须经过你的允许 我才能够保存 否则情况下 用户是有权拒绝去保存的 这个数据的 所以就相当于 用户完全可以把Cookie 给你禁止掉 一旦禁止掉之后的话 那你说这个SessionID 就不能保存到 就不能保存到里面了吧 也就意味着这个失效了 这时候怎么去做呢 这种解决方向的话 就是可以 你把SessionID放到哪呢 放到请求的路径当中来 这是一开始的 你可以在这个浏览器当中 保存Cookie 如果没有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去做呢 你看一下 还是首先第一步 你去访问我 进行登录 好了我要给你设置30句 没有问题 我在后端给你保存下来 保存下来之后 那我接下来 我在这个地方 实际上是不要给你去设置一个相运的SessionID 然后呢 我要给你设置一个SessionID 我把它给你放到这 咱们来对比一下 来去对比一下 上面是使用的Cookie的 然后呢 下面的话是不再去使用Cookie 不再去使用Cookie的话 我们去做呢 这里面已经没有Cookie了 然后呢 就相当于那好了 你再访问我过来之后的话 我在这一端已经产生了 最近的SessionID以及数据 只是我回过来 再给你设置Cookie的话 肯定设置不进去吧 设置不进去 怎么办呢 那你去想 我登录成功之后 我实际上是不肯定要给你引导一下啊 引导到哪啊 是不是相当于 就相当于 我肯定要通过Redirect的方式吧 通过Redirect的方式 我是不是要给你引导到主页啊 引导到主页之后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前端收到这个响应证据之后 支部浏览器就在跳软的主页 然后进行访问了 那在这一点当中 怎么去操作呢 好了 你在引导的时候 我除了这个地址之外 我能不能给你携带参数啊 在地址URL当中 是完全可以携带参数的吧 所以我就给你携带参数了 携带什么参数呢 我就可以把30ID给你拼接到你的路径当中来 能不能行的 完全可以的吧 好了 我给你拼到这路径当中 拼到这个路径当中的话 那你浏览器这边 根本就不需要去做保管 不需要做保管的话 我只是告诉你 你要跳转到主页了 好了 浏览器就跳到主页 那这个主页的地址是什么东西呢 是斜线index问号sessionID 这个sessionID是我自己拼出来的吧 所以那浏览器就会跳转到这了 跳转到这的时候的话 那它所跳转的那个路径 是不是浏览器也就会按照这个完整路径来进行跳转呀 所以应该就是也会把这个session sessionID等于1 是不是也给你带上了 带上之后的话 那你接下来看一下 我在我的后端当中 如果我真的想要去知道30数页的话 我怎么来 我现在调整策略 我不从扑黑了 我只要从你的这个UIL当中去拿这个ID 一旦拿到这个ID之后 我自己带上那个数据里面进行提取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样的方式是不是也可以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需说过的 如果说没有了扑黑的话 session照样能行得通 只不过说现在会稍微繁琐一点 需要我们自己去维护这样的session数据了 我们需要自己去给它保存到 UIL当中 而且呢 我们需要让用户所有访问到我后端视图的这一根路径当中 我都得自己去维护 我要么通过后端当中通过radywide的方式的话 把sessionID给你拼借上 要么就是在前端当中通过GS脚本跳转的时候呢 都要显示的把这个sessionID给你补充上 不知道这个参数当中之后 那我pro当中拿到所有链接里面呢 都会包含sessionID 我就通过链接里面的参数 能够知道你是谁了 所以这就是一种解决方案了 这就是没有了枯萎的时候呢 我们自己照样能够行得通 那这一点的话 实际上大家要去细心留意一点的话 你会发现有些网站就是这么去解决的 你怎么去留心呢 有些网站你在进行输入网址 一旦登录之后 你会发现好了 后面一个网址之后 问号后面给了一堆的参数 那么长的一堆参数吧 是不是有可能呀 那么长的那些参数当中呢 你在这里面详细的去看 有些参数的话 有些人他就解明了 就叫做sessionID se ssion 就叫sessionID等于什么东西 然后呢在语号跟上他所愿的参数 有些人呢 把它叫做什么呢 就叫做sid也是sessionID 而在有些人的话 他起的是另外的一个名字 他就是通过UIL的方式 来去解决这样的问题的 他就是说 怕你这个cookie都启动不了 所以干脆我连cookie 你能不能存 我都不依赖了 我就全都给你放到UIL当中 来进行解决 所以这一点是大家要清楚的问题 那你现在我们再来对比一下 如果我给他放到UIL当中 跟你放到cookie里面 就有一个区别了 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啊 你的UIL当中的话 这时候呢 我们再去想 我们说了 在session当中保存这份数据 session应该也是有有效期的吧 对吧 你到底要把用户的这些三份数据 保存多长时间 它是有一个有效期的概念的 我可以给你保存7天 可以给你保存30天吧 这一点的用处就相当于 你在登录一个网站的时候 这里面写出了 30天内无用再去登录 记住用户名 是不是这样的东西啊 那他所对应的意思就是说 他把你的状态信息呢 以30方式保存下来了 他有这样的一个有效期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有效期的话 如果使用cookie的时候 是不是能够去做处理啊 因为我完全可以设置 cookie的有效期吧 我说了给cookie设置为 30天的有效期 那好了 你这个浏览器 只要在30天之内 你马上把电脑关掉 你再开起来 再开浏览器 cookie是不是还存在啊 你还是拿到同一个 这样的标号 我在里面还能拿到值 但是你说 如果一旦依赖于UIL的时候 还有这样的方式吗 页面浏览器一旦被关闭 整个我能够去记录这样的 那个通过在UIL当中 去记录这30ID 是不同一个都丢失了 对吧 就存不下来了 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问题 我通过UIL方式的话 只能去解决 在本次访问当中 你不关闭浏览器的时候呢 在我的网站的页面之间 来回跳转的时候呢 都不需要你去登录 我都能够记录你的状态 但是你一旦换了一个东西 你自己再输入网址的话 我就记录了表了 这是关于这个UIL 它的一个局限性 我可以 放入冰箱